这天超市里来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他面容憔悴衣着邋遢 与周围整洁的环境格格不入 男人慌里慌张地买了很多的胶带 回到家里 他把所有的缝隙全部封死 甚至连冰箱门都没有放过 惊恐的神情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就连女朋友打来的电话都不想接听 要知道男人晚上不接电话是很恐怖的事情 这就给足了女人用来想象的空间 结过婚的男人应该都深有体会 到了半夜 男人被一阵诡异的铃声吵醒 他坐在床上不安地颤抖 过了好久才把心情平复下来 紧接着又传来了一阵铃声 这时他发现盒子上还有一个没有封住的缝隙 缝隙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眼睛 血丝迅速蔓延了整个眼球 男人被吓得急忙钻到了床下 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传来 随后出现了一双沾满鲜血的手 男人转过头去 尤美是某知名电视台的一名导演助理 由于工作失误今天要留下来加班修正 办公室很快就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 这时报道部的电话响起 领导得知了刚才发生的命案 需要有人去现场抢下这个新闻 由于时间紧急 尤美只能一个人扛着摄像机赶往了事发地 警方的围挡被风吹起了一角 尤美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拍到了死者的画面 尤美的采访上了第二天的早间新闻 警方怀疑男人是不慎跌倒滚下楼梯 摔断了脊椎骨导致气绝身亡 但尤美不禁非常疑惑 简单的摔伤怎么可能会这么严重呢 这时她却从同事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 同事的朋友是刑警队的法医 法医说男人虽然脊椎断裂身体扭曲 但她的真正死因却是窒息 死者的口鼻与喉咙里诡异地塞满了污泥 好奇心驱使下尤美又回到了现场 恰好遇到了死者的女友柿子 她生气地说警方不负责任 男友的死根本不是跌下楼梯导致的 尤美正想继续追问 可就在这时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柿子身后的胶带莫名脱落 水龙头也开始往下滴水 柿子上前关闭水龙头 紧接着下水管又传来咕咚咕咚的怪声 而洗手池底部正有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柿子 下一秒一股泥浆喷射而出 直接喷了柿子一脸 水池里的泥浆越来越多 像急了马上就要喷发的火山 可当柿子夺门而出逃离房子时 脸上却又是白白净净的一尘不染 尤美好奇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此时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仅仅地板上残留有少量的泥沙 尤美来到学校找到了狮子的同学 据他们所说 两人在一次旅游回来后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他们去了深山里荒芜人烟的奇怪村子 听说还遇见了鬼 都在传男人的死与那次处游有关 而有美则是属教驴的脾气 是要弄清楚两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又找来了柿子的家里了解情况 母亲说他把自己锁在房间谁都不见 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了尖叫声 等两人撞开房门 却发现柿子的房间同样贴满了胶带 甚至连自己的眼睛都被沾上 但这种方法好像并不管用 他似乎还是能看到可怕的东西 柿子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他在这里讲述了与男友经历的一切 他们住的旅馆附近有一个当地人都不敢靠近的地方 两个人抱着不作不死的心理要去瞅瞅 他们先是经过了一个交流不卡的地方 在听到一阵诡异的铃声后 两个人迷里呼呼地来到了一个村子 村子里有一间很大的祠堂 一双恐怖的眼睛正从窗户里死死地盯着他们 两人被吓得急忙逃跑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这双恐怖的眼睛就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周围 第二天 执拗的尤美竟然拉上男友要过去调查一下 做死还要拉上个垫背的 要不是看他长得漂亮我非得骂他一顿 两人来到旅馆登记入住 可等老板听说他们要去遛不卡马上就变了脸色 好在男友及时打圆场才蒙混过关 可第二天早上两人还是踏上了前往六部卡的小路 他们按照柿子的描述一路走下去 果然很快就发现了照片中标志性的大石头 再往前走应该就是柿子去过的村庄 可之前的小河变成了大水库 照片里的村庄却诡异地消失不见 两人准备继续向前 男友却突然喊住了尤美让他千万别回头 有美和男友找到了那个神秘村庄的资料 村子名叫驴垒村 早在45年前就被水库淹没在了地下 可柿子却说他们前段时间刚刚去过那个村子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吗 他们还在一本智怪传说里找到了驴垒村的资料 驴垒村之所以又被称为六部卡 是因为六部卡中的六部 指的是那些云游全国的朝圣者或苦行僧人 而卡 字面意思指的是山脚下 六部卡三个字连起来 就是泛指那些为朝圣者或者僧人提供食素歇脚的地方 驴垒村还有一个关于窥视之谋的传说 但这本书里并没有详细介绍 男友大胆猜测 世子他们的遭遇肯定与这个传说有关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们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归田一郎 一开始老头并不想谈及过去的事情 直到他看到了世子拍的照片 原来归田年轻时非常迷恋这些民间传说 50年前 他也是为了调查窥视之谋的传说来到了村子里 但这里的村民看到归田都会本能地躲避 根本就没有作为六部卡所应该表现出的热情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恐惧 村长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归田先生 他拿出了关于窥视之谋传说的古迹给归田看 据说一旦有人误砍了寄宿着山神的大树 就会遭到窥视之谋的诅咒 说白了这就是山神对他们的惩罚 起初他们会有一种被人窥视的错觉 不久后这种错觉会越来越强烈 他们会看到一双恐怖的眼睛无处不在 强大的恐惧心理会折磨他们一生一世不死不休 可事实真的如归田先生所说的这样吗 还在住院的世子半夜被噩梦惊醒 刚准备躺下来继续休息 世子又听到了诡异的铃声 天花板上突然落下了一大片霓雾 世子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通风管的缝隙里似乎趴着一个人 世子被吓得惊声尖叫跑出了病房 他慌不择路跑进了一片树林 一阵圣人的铃声过后 落叶下竟然出现了一只恐怖的眼睛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眼睛蹦了出来 尤美和男友回程的路上正好遇到了神志不清的世子 两人刚想下车看看什么情况 一辆急速驶来的货车直接把世子带去了下个巨组 第二天 精神恍惚的尤美根本无心工作 领导发现后让她回家休息几天养养精神 尤美想找男友寻求安慰 可按了好久的门铃都无人应答 还莫名其妙地熄灭了灯 尤美拿钥匙打开了房门 谁知屋里不见男友的踪影 反而在地上发现了一些污泥 正在尤美疑惑之际旁边的柜门自动打开 尤美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竟然在柜子里发现了狮子血淋淋的尸体 正好这时男友赶回了家里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而已 尤美刚想抱着男友暖暖身子 没想到男友却一把推开让她赶快回家 妥妥的钢铁直男 这时尤美发现男友买了好多的胶带 这明显是被窥视之谋的诅咒盯上了 男友为了不连累尤美才会这样对她 看到这里又不由的想给她点个赞 伴随着诡异的铃声响起 男友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尤美又一次找到了龟田一郎 原来龟田一郎当年并没有急于离开 她趁着夜色又回到了村子里 其实来这里之前她就听说过村里的怪事 据说每到夜晚 那间共朝圣者们休息的祠堂都会传来可怕的铃铛声 似乎是在召唤着什么 果然到了半夜 村长的妻子端着食物走向了祠堂 龟田在祠堂的地板下面发现了一个暗道 暗道里有一个类似祭坛的地方 一个小女孩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 后来才知道女孩是从附近村子里抢回来的孤儿 女孩并不是窥视之谋的本体 而是用来镇压窥视之谋的祭品 窥视之谋的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村民们白天善意地接待朝圣者 而到了晚上就会把他们残忍杀掉 只为了他们身上的几两罪银 那些冤死的朝圣者们的怨念会慢慢积累 然后世世代代承袭下来 便形成了窥视之谋的诅咒 当地人为了防止窥视之谋害人 只能不断地找来镇压窥视之谋的祭品 只有这样村民们才能安稳地过日子 正在龟田一户不解之时 身后突然出现了窥视之谋的真身 龟田被吓得摔倒在地 祭坛前的女孩却不慌不忙地 拿出了一串类似项链的法器 只见法器金光一闪 窥视之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似乎这就是女孩存在的意义 但当年的龟田一郎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于是带着女孩和法器连夜逃离了村子 可能正是由于村子失去了 镇压窥视之谋的祭品 村子里开始灾祸蔓延 直到最后彻底荒废被水库淹没 女孩被救回来不久后因病死去 龟田也开始有了被人窥视的感觉 她之所以能够勉强保住性命活到现在 只因她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双眼 而此时的医院里 有美的男友正在经受着诅咒的痛苦折磨 一阵铃声过后 男友在不停转动的风扇中看到一只恐怖的大眼睛 她慌忙间跑出病房来到了走廊 可抬头一看 医生听到喊叫声把她带回了病房 为了摆脱这非人一般的痛苦 男人竟然选择了与龟田同样的做法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男人 由美好像后悔了 如果不是自己的执迷不悟怎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她坐在医院的长灯上不知该何去何从 然而就在这时 由美也突然有了被人窥视的感觉 她缓缓转过头来 贩卖机里竟然出现了一双恐怖的眼睛 虽然这一幕差点把由美吓死 但她觉得自己与男友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为什么会遭受窥视之谋的诅咒 果然女人生气了谁都敢怼 可能对方觉得由美说得在理 于是直接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幻境之中 原来窥视之谋并非是想害人 她之所以会整天趴在窗前 只不过是想以此引起注意向外面求救 由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龟田一郎 但老头听完后也是一脸懵逼 由美大胆猜测 女孩的行为只不过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的故事 那些冤死的鬼魂也不愿意就这样默默地躺在地下变成一尊白骨 由美决定再去一次旅垒村 为了男友也为了自己 老人喊住了由美 把当年带出来的法器也一并送给了她 老人转身回到房间 女孩正蹲坐在桌子上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龟田 老人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坦然地笑了 似乎一切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由美在大石头前又看到了女孩 她先是扛起摄影机许诺会把这里的一切报道出去 可女孩面露凶相似乎并不吃这一套 由美不得已拿出了法器 果然女孩马上就变成了甜美可人的小萝莉 她一路带着由美来到了村子里 至此我们才看到整件事情的真相 原来女孩当年也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 这天母亲带着她正好路过旅垒村 看村民们热情好客便决定在这里留宿一晚 可到了晚上 热情好客的村民瞬间变成了恶魔 他们手持利刃闯进房间 母女俩的下场可想而知 最后时刻女孩歇斯底里地呼喊救命 可外面的村民默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因为他们也经常会这样对待路过的外人 女孩的尸体被埋在了祠堂外边 而她的灵魂也被生生世世囚禁在了这里 由美手上拿着的所谓法器 只不过是母亲当年随身携带的佩饰而已 由美决定把她放到女孩的身边 母亲的遗物或许可以带给她些许的安慰 可没想到的是 女孩一边喊着妈妈一边破头而出 她紧紧地拉住由美不放 可能女孩需要的不是安慰 而是更多人的陪伴 这才能说明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人会因此遭受诅咒 而之前幻境中楚楚可怜的样子 更像是演给由美的一场戏而已 由美最终被拖入了地下 一个被好奇心害死的大美女就此消失 时间很快来到一年以后 男友把自己与由美的经历写成了书 避时之间还成为了最畅销的读物 每到晚上 男友都会摸着曾经要送给由美的戒指黯然伤神 可就在这时熟悉的铃声再次响起 由美已经变成了新的窥视之谋 至此全片结束 我会把原片放到评论区的置顶位置 感兴趣的朋友自行观看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